台灣人真的都三歲嗎 你們到底良心是被狗吃的嗎 今天是2064年喔 台灣法治最黑暗的一天 一個小時人就放出來了 史上最快速的辦案 他結案了 你辦柯文哲是這樣辦的嗎 好好笑喔 自己打自己的臉 這句話最好笑 意思就是 他們自己在寫故事 對吧 來 我們一個一個算 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你簡方沒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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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打你臉啦 這什麼台灣司法 這公信率是幾% 0% 我今天一定要弄XXX 柯文哲給各位看 老子弄XXX他 不是一年 不是兩年 說你會怕 7 Lucky7 17年 那很可憐的是 現在這個時代 也很悲哀 今天我其實 我覺得民進黨今天這麼做 肯定是把大家當作智商只有3歲 今天演這齣戲喔 然後 他們也馬上發了新聞 三立迷思也在FB馬上發了新聞 然後網軍馬上跟著在那邊洗 我看的真的是 台灣人真的都3歲嗎 這兩個多月來 你們到底在幹嘛 好我們時間再說短一點 這 這 這短短的3週 3個禮拜 21天 左右 這些新聞媒體 這些電視民主持人 這些名嘴 你們到底良心是被狗吃的嗎 今天是2024年喔 台灣法治最黑暗的一天 全世界的人可以來聽館長講如何 黑暗 句句有理啊 句句有理啊 歡迎 歡迎民進黨的朋友們可以來 今天晚上來跟我對決一下 你覺得沒人敢嗎 這 這真的是很好笑的事情 這 今天北檢就發了 就是傳了5個 5個 5個記者 說是這樣說啦 大約上有三立的啦 有這個 鏡周刊啦 什麼林傳媒啦 好像是 還是誰 我不知道 就5家 就5個記者 針對最近 這三週以來鬧得沸沸揚揚的 所謂的偵查 我們現在都講法律的 如果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 而今天的重點就說 如果我們真的有法治國家 那因為 我們的台灣有法治 有法律 所以柯文哲 他現在仍在土城看守所 這個前提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為什麼柯文哲現在在土城看守所 是因為我們檢察官 認定他有犯罪 我們檢察官認定他 有犯罪 知法犯法 所以要壓他 再好好的調查他 簡單來講 簡單來說 那我們的法院的法官 這個姬阿廷的這個法官 也認為他 知法犯法 如果有法律啦 如果大家都要走法律這一條 好 你他媽跟我講法律 那我他媽今天跟你講法律 今天 今天多好笑 今天就是 反正 記者都去了嘛 一個小時人就放出來了嘛 一個小時就結束了嘛 結束沒多久之後就 換北檢發新聞稿了嘛 我覺得這是史上最快的辦案 史上最快速的辦案 他結案了 他今天跟大家講 我們有傳人來了 下午馬上 發新聞稿跟大家講 我們看這是什麼國家 今天傳記者來 直接徵結了 直接徵結了 偵辦團隊 絕無洩露偵查內容情勢 偵查的時間 就今天 就今天把人抓來 抓來之後 一個小時後 好 下午開記者 下午發新聞稿 可是我看到你辦 其他人不是這樣辦的 你你你你辦 其他人 你辦柯文哲是這樣辦的嗎 那柯文哲早就出來了 柯文哲也不會被壓 好好笑喔 自己打自己的臉 打不下去 這個台灣 這個是要法治國家 第一 這叫法治國家 東森 保潔 吳子嘉 天天 他們講什麼 天天的啦 這三週他們在那邊 天天在那邊幹嘛 我先一個一個叫名 東森 保潔 跟吳子嘉 天天在那邊 天天啊 你們這群人 什麼張玉軒 你們每一個 這些人 啊 天天在那邊講什麼 招搖什麼 我再講一次 偵辦團隊 絕無洩露 偵查內容 其實是 絕對 不是 好不好 鏡周刊 林傳媒 賴姓 三立新聞台 馬玉文等 五位記者到庭 哦 九號 十一號 十二號 十六號 三天 每一個人都來一下 哦 你也沒有壓他個 七十個小時啊 馬上 這麼短短的時間 好 我們把我們處理好 沒有 沒有 這句話最好笑 記者報導 依據消息來源 轉述見聞 這句話我 消息來源 轉述見聞 這句話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消息來源 轉 而 轉述見聞 消息來源 消息來源是什麼 消息來源是你給他的嗎 還是他 胡亂聽到的 消息來源是什麼啦 XX寫他媽一句話 他媽XX的 貨聚 多年採訪經驗 這個最扯 哦 來 這個這個最扯 哦 本案關係人 公開受訪內容 法院發布新聞稿內容 綜合分析判斷後撰稿 意思就是 他們自己 在寫故事 對吧 我可以這樣講吧 簡單來說就是 你都不會笑嘛 我也想問檢調 那為什麼有七百萬一百七十萬 而且陳佩琪 陳佩琪 陳佩琪 出來說的確 的確 他第一天到北檢外面的時候 他就要講這個六百萬 一百七十萬 記不記得 館長人 他媽站在旁邊 柯文哲那天被放出來的那天 他 到現場 他說什麼 每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那天就是 三立 整個爆料 東森 三立 還有一大堆 綠美 開始說 來 六百萬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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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 一百七十萬 嗨的 陳佩琪要出來說 我的確有 但是他的來源是怎樣怎樣怎樣 不是死媽媽 是爸爸過世 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你檢方沒泄密 我現在打你臉啊 這什麼 這什麼台灣司法 這種有沒有公信力 大家跟我講 這公信力是幾% 0% 1% 60%來寫出來 這什麼公信力 我印象超深的 那一天 我去法院 第三天 我還戴 0% 都失 為你 去到現場 陳佩琪到現場 哭啊 哭啊 然後馬上講這件事情 因為當天晚上的爆料 就是這件事情 而且還爆錯料 爸爸過世 講成媽媽 首尾錢 來 我們一個一個算 有沒有 有沒有嘛 啊 你跟我講說這個東西沒有泄漏 他媽不弄死他 今天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看什麼什麼XX爭論節目 他講了經過我的翻譯機 他看著我一定就是 大家觀眾大家好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柯文哲給各位看 老子弄死他 保潔啊 今天要弄死他 哎 吳董事長 今天一起弄死他 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 說 我北檢 完全沒有泄密 然後癥結 你讓台灣人 當台灣人3歲 XX咧 蛤 這就寒美咧 身為一個 執法機關 他是 北檢多大 很大 他可以把你抓過來 直接起訴你各項罪名 就是這麼大 很大 其實在司法機關裡面 檢查官很大 大上天了 我操 全世界都知道你泄密 然後你做了一個樣子 有有有 不是一年 不是兩年 說你會怕 SEVEN LUCKY SEVEN 17年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現在是出來認錯道歉說 對不起 我就愛說北產 我是北產親 北產SEVEN 北產親嘛 剛好這個北產親 啊我是 我是北 我是北產親 哈哈 我不要幹記者了 我都在做假新聞 哈哈哈哈 啊我就是假新聞 假新聞女神 這樣子嗎 北產親 不是一年 不是兩年 是 SEVEN 不是百分之一百 你以為 百分之一百 綠護 綠護的精神 綠護 它是百分之兩百 悠悠白書看太多 不 八分之兩百 裡面有一個神秘葬冊 那裡面洋洋灑灑 寄了一些人的名字 清清楚楚就是寫 一千五百萬的部分 當然我的消息來源 我必須說我今天敢做這條新聞 絕對是因為這個消息來源 我百分之兩百的 各位 你以為百分之一百 已經很純了嗎 NO 百分之一百 在我馬女神面前 真是個 百分之一百 兩百 全部都被寫了 一百 一百 都被寫了 兩百 一百 都被寫了 一百 都被寫了 机会教育 这世间上 没有 没有百分之两百 小时候我妈跟我说 越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 但现在我觉得 好不好 不用太漂亮 也会骗人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信赖程度 我非常确定 这一个所谓一千五百万的部分 他不是一五零零 不是一个时间点 民众党刻意带风向 甚至在小草在网路上带风向 说这是一五零零 我非常挂保证 这绝对是一千五百万 我觉得 绝对 看看 他那时候的嘴脸 脸不红 气不喘 眼神中充满了自信 look at me look at me 我讲的都是 真的 真实之嘴 true 不是处犯 处犯是我们的犯 处嘴 处 射了核弹之后 往天上射 但是他 他 推进器失去了动力 于是夫 呦呦呦呦呦呦呦 透向牙 直接 你自己 这不是回力标 真的吗的 这回力核弹 让我们看 让我们认真的看 假新闻怎么做的 中华民国啊 诈欺 为什么抓不完 Why you know 赖清德 你要重点打扎 我们的新闻 我们人民 唯一获得true 就是这个真相的新闻 新闻要找真相 No 新闻会误导人 You know 赖清德 连我们的新闻 三粒 中国有央视 台湾有三粒 笑话 你们把台湾法律 践踏在地上 你们把新闻第四拳 当什么玩弄 当什么玩弄 看看你这嘴脸 听听你这说话 再看看我们北俭 今天的声明 第一个北俭说谎 这件事情很好 他一定说谎 说谎之后 你们这些记者 可歌可泣 我大北俭 现在我们两个人 只能死一个 不好意思 马玉文记者 虽然这七年 I know 但 现在我们两个 只能有一个人活着 相当 相当 Netflix电影 Right 可以拍成电影的 Right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X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